他已經可能在跟你爭辯久久 他沒辦法講話啊 再沒辦法講話 你怎麼會對他 叫他一定要戴口罩 連走路連講話連什麼都不會 為什麼要強制戴 小朋友你要戴口罩 你應該是在他認知的情況下 而不是強迫他的情況下 他連口罩是什麼他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戴他也不知道 他連走路都不會 爸爸媽媽也不會叫 他怎麼講話吧 那你這個時候硬叫他戴口罩 有什麼道理嗎 根本沒有 而且他沒有自救的能力 他最後13分鐘的時候跟你求救 你還跟他揮揮手就走了 你這麼近的距離 你看不到他臉部的狀況了嗎 你為什麼還會讓他把口罩戴著咧 那一看監視器之後 我們就懷然大悟 小孩就是被口罩悶死的 老師有這樣的疏失 我覺得我就不可以容忍 要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給幼幼兒強制戴上口罩 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對 尤其是他們不會出聲 他們無聲 他們只能用哭 我看監視器 看到那個小朋友在那邊 口罩已經成真空 突然在那邊跳的時候 那個監視畫面是讓我很心痛的 他媽媽上個禮拜才生日 這個禮拜才是重的 我們是2014年結婚的 然後一直也沒有畢業 但是都一直沒有小孩 就是我也吃了長期的中藥 然後後來的話 我也是去看婦產科 好不容易等了89年 終於來了這個小孩 這樣子跟我們相處11個月 這樣就走了 覺得其實很不捨 因為我們真的是 很不容易才有這個小孩